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着伞的猪 再等雨的到来 拿着风筝的熊 再等着风 坐在雪橇上的小狗 再等雪的到来 带着星星装饰的兔子 没什么特别等待的东西 当月亮升起时 猫头鹰感觉很开心 这儿发生了很多次 当雨水降下时 猪感觉很开心 因为伞能让它保持干燥 当风吹起时 熊会感觉很开心 因为风筝可以飞得又高又远 终于雪天来临时 小狗也开心了 它等了很久 很久 兔子仅仅仅是看向窗外 就能感到开心 有时其中一个离开了 但它们总会回来 有时它们睡觉 但大部分时间 它们在等待着 有时候会出现礼物 有一次 一位从远方来的访客 到了这儿 它待在这儿了 一段时间 然后离开 再也没有回来过 它们看到了 许多美妙而有趣的事物 还有 当然少不了那浩月 还有雨水 还有雨水 还有风 还有雪 这让它们快乐着 有一天 有一天 一只有斑点的猫 加入了它们 它在等待月亮 不是 它在等待雨水吗 不是 它在等待风吗 不是 它在等待雪吗 也不是 它似乎 没有等着什么 特别的东西 哦不 它是在等着什么 现在 它们总共有十个人了 它们在一起 很幸福 它们等待着 看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